大家好,今天這是家鄉賀蓮齋,在蓮栽壹一定煮的,有人來家拜蓮,用來招呼親朋戚友的,個個吃個都讚不絕口。 這裡有兩支枝竹,先把它浸軟,用水浸軟後,可以切開你喜歡的大小。 這裡有些攬角,我們家叫攬豉的,也是這個齋菜的特色。 大粒的,煮開兩粒三粒,讓它容易出味,加點糖和油,攪拌均勻,備用。 這裡有一棵兆菜,我是用不完的,我摘了一磅出來。 將兆菜清洗乾淨後,也是切開你喜歡的大小。 切開後,要分開款和葉。 這裡有一些蜜糖豆,我買不到荷蘭豆,通常是用荷蘭豆的,將它的筋撕出來。 加一點紅蘿蔔,點除一下顏色。 我又用到南乳,南乳也是這個齋菜的特色。 我這個牌子的南乳很小磚,我用了六磚。 如果不同牌子,大磚一點的,自己計算份量。 再加一湯匙的南乳水,一點素蠔油,生抽,糖,一點胡椒粉,還有一點水。 接著將南乳壓碎,將所有的調味攪拌均勻。 調成一個混合醬。 這裡還有一些雲耳,我們將它用水浸完。 浸開後,有定要剪定,將它清洗乾淨。 我又用草菇,我是用罐頭的,你可以用新鮮的。 罐頭製品,也要把它沖一沖水。 草菇和雲耳都要飛水,我們準備多兩片薑。 煲好些滾水,加些薑,加上雲耳。 蓋蓋後,用大火煮滾,煮滾了,不要蓋蓋了。 再煮多兩分鐘,就可以撈起備用。 接著來也是用同一鍋水,將草菇倒進去。 接著蓋蓋蓋,也是用大火將草菇滾起。 滾起後就不需要再煮它了,撈起備用。 我這裡有兩扎粉絲,我通常都不會浸得太軟。 加點水,將粉絲浸一分鐘。 在1分鐘後就可以將粉絲夾起。 放一會兒會軟一點,粉絲不要浸得太軟。 煮完後就像一堆醬一樣。 浸多久也是隨你喜歡。 現在這裡還準備一些薑。 開始煮了,我們加些油在鍋裡。 把鍋燒熱後,我們用中火。 打爆些薑。 然後加入草菇,將它炒一分鐘。 接著來就加入蜜糖豆。 用荷蘭豆也可以,將它炒一分鐘。 再灑一點鹽,讓它味道。 炒一分鐘,蜜糖豆不需要煮太久。 倒起再放在一邊,備用。 現在用同一隻鍋,加一些油,仍然保持中火。 我們先炒一炒薑。 接著可以加入蜜糖豆。 也是炒一炒。 攪勻混合醬汁後,倒入混合醬汁。 將它炒幾下。 接著快手加一些紹菜飯。 紹菜葉稍後再加,它不耐煮。 將醬菜飯和混合醬。 攪拌均勻,炒一分鐘。 現在可以加入蜜粥和雲魚。 將它炒均勻。 要加一些熱水鍋,份量要比較多。 將它炒均勻。 就像現在這樣。 因為要煮軟的菜, 還有一會兒粉絲會吸收水分。 蓋上蓋子,將菜煮滾。 滾了後,轉到中小火。 將它煮兩分鐘。 將它煮兩分鐘。 煮兩分鐘。 現在將菜葉加進去。 將它拌勻。 將它拌勻。 蓋上蓋子。 轉到中大火。 將食材煮起。 煮起後,轉到中小火。 煮一分鐘。 食材看你受不受煮。 軟軟的程度也不一樣。 不要一次倒進去。 有次序。 現在要剩下多一點水鍋。 因為有粉絲未煮。 將粉絲剪一刀。 容易夾。 粉絲我不是浸得太軟。 粉絲煮好後, 吸收湯汁就剛剛好。 將粉絲和食材拌勻。 還有紅蘿蔔。 記得加進去。 現在蓋上蓋子。 轉到中火。 將粉絲煮起就可以了。 不夠味道, 把食材再攪拌一下。 覺得粉絲夠軟就完成了。 現在可以試一試味。 不夠味可以加點鹽進去。 再将草菇和蜜糖豆回锅,搅拌均匀 到最后再加些麻油 如果你觉得水份轻微的多一点,放一会儿粉丝就吸收了 不要太干,太干不好吃 今天煮这个家乡可怜斋,是从小吃到大的,希望你们喜欢 看看粉丝,不会一坨酱的,条条分明 说到这里,过年记得煮一碟,下一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